而花蓮市长候选人魏佳燕 在担任市民代表和县议员期间 就相当重视社区道路要平整、安全 他也向县政府争取了许多的经费 来协助市区大街小巷的 重新刨铺道路的工作 魏佳燕强调 基础建设是市政建设的重要任务 他会继续针对花蓮市区 更多需要改善的道路 来做完整的规划 让市民乡亲有行的安全 花蓮市长候选人魏佳燕 在担任市民代表和县议员期间 就非常重视社区道路要平整、安全 他也向县政府争取了许多经费 协助市区的大街小巷重新跑步 就是要保障民众安全的行车环境 只要民众有反应哪一条路 其实有坑坑坑坑或者是年久失去 没有铺设后 我都一定去争取经费 马上来做铺设 或者是说直接就切开来 用补丁的方式先把它补好 然后再来争取经费 然后再整条路再来做胎换 那也非常感谢花蓮县政府 跟花蓮市公所 我们一起来把很多很多大路 跟小路来做好 然后还有铺设的标志标线后 我们为了不要让我们机车的一些骑士们 就是下雨的时候会滑倒 那我们在标 我在建议县府 然后现在在标设画质的线上面 希望把系数提高 那目前也县政府也建议 已经有做这个加印的意见了 那将系数提高 那避免我们用路人在骑机车的时候 下雨天会滑倒 停车场的这个奖补助的办法 我们制定了这支条例 花蓮县的那个停车的 奖补助的这支条例 那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把私人的用地拿出来做停车场 那也不只可以跟公家 去做一个补助的申请 那也可以跟私人去做一个收费的动作 那我们希望说都有停车的空间 魏嘉燕强调基础建设是市政重要任务 他会继续针对花蓮市区 更多需要改善的道路 来完成刨铺重整 让市民朋友可以行的安全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